农村孩子石娃自小丧母 与父亲和姐姐相依为命 转眼间 石娃七岁 姐姐十二岁 石娃该上小学了 而成绩优异的姐姐也要面临深入初中 但因家境清贫 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 最终这个机会父亲交由上天安排 少把转向了石娃 石娃高兴地蹦了起来 她终于可以上学了 少不更事的 她根本不知道姐姐此时的低落 董事的姐姐连夜 为石娃缝制了一双新鞋子 临走前还给她塞了两个大白馒头当午餐 半道上 父亲让石娃脱下新鞋子 让她进学堂后再穿 还将鞋带系在一起挂在她脖子上 上学的路上 他们还得经过一条大河 父亲在河边上目送儿子上学 还不忘了叮嘱石娃进了学堂要好好念书 可是第一天的上学之路并不顺路 石娃因为穿开裆裤被同学们嘲笑 这一瞬间 石娃觉得非常难堪 只有同桌的小红大喊一声老师来了替她解围 石娃从此对小红非常感激 第二天石娃不想再次经历昨天的场景 硬是等着姐姐给她缝好裤子之后才去上学 姐姐还将烟盒剪成小卡片串成一串 挂在她的脖子上 叮嘱石娃以后学会的字都写在上面 那样就不会忘记了 这天 天宫不作美 后乌云伴随着刺耳的雷鸣声席卷了这片大地 石娃急忙忙地赶到出村前的大河 此时同桌小红已经等了很久 看着湍急的河流 两个孩子都有些犹豫不敢下水 最终石娃一马当先率先下水 小红这才有勇气跟着一起下河 可是他们远远低估此事河流的深度 一阵雷鸣声响起后 石娃回头一看小红不见了踪影 这一幕在年幼的石娃心中留下不小的阴影 吓得她转身逃回家 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家里养的狗还将书包叼了回来 后来石娃见到小红的遗体 她崩溃地哭了 甚至再也不敢过河了 所以她逃学了 父亲将户独自搬姐姐赶出去之后 狠狠用鞭子抽石娃的屁股 急得外面的姐姐团团转 一句你对得起你姐姐吗 让石娃羞愧地哭了 第二天父亲照常送石娃到河边 石娃大吼一声为自己鼓起大步开始过河 可是当她走到之前的位置还是没顶住 大声哭了起来 父亲目不出声弯下腰 这并不高大的身影 此时却是石娃的天 父亲边走边教育石娃 学要天天上一天也不能含糊 你是男娃做什么事都要有结果 往后的日子一帆风顺 石娃顺利从小学升到初中 可这也意味更加高昂的学费 为了省钱 父亲都没去医院看腿 可是学费要三十块 父亲省吃俭用才省出十二块 学费已经拖欠了两个多月了 石娃脸皮薄不知道怎么跟学校老师说 正在喝粥的父亲 看着收东西发出声响的石娃 知道儿子现在有点生闷气 只能暗自下了一个决定 冬天的馒头都被冻得硬邦邦 但是农村的孩子都是赤枯长大了 早已经习惯这一切 用开水泡化了 大家都吃得很香 这天夜里 姐姐冒着大雪过来给石娃送来热包子 石娃这些年学习 也没有辜负父亲和姐姐的期待 年年都是班上的第一名 说到这里 石娃不禁说出了心里话 认为父亲这么做有点偏心 如果换成姐姐上学 现在都已经上大学了 听到这里姐姐心里也非常感动 她叮嘱石娃 咱家就是这种情况 你要理解爸爸的不容易 更要记得爸爸的好 临走前 姐姐还将剩余的学费交给了石娃 看着弟弟和同学们打成一片 姐姐的眼神有些恋恋不舍 到了周末石娃看到木门上的喜字 迅速环顾一周意识到不妙 大声则问父亲 我姐呢 看到桌子上前 石娃明白一切 她的学费竟然来自姐姐出嫁的财礼 顿时热血冲头大声怒吼道 我恨你 竟然将自己疼爱有家的姐姐 嫁给了邻村的一个傻子 到了晚上 石娃卷起自己铺盖不选择和父亲睡 另一边 石娃的才能被化学老师看重 让她参加化学奥利匹克运动会 老师知道石娃家里中的条件 便帮石娃交了报名费 石娃深知机会来之不易 更加加倍刻苦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 石娃在奥利匹克化学竞赛中 拿下甘肃赛区的第一名 校长让石娃上台发表感言 石娃首先向培养自己的老师鞠躬表示感谢 之后石娃愣住了一时不知说些什么 化学老师让她说心里话就行 石娃便讲起了少把上学的故事 说着说着就哭了 父亲在校门口边听边抽着闷烟 父亲是特地过来接她回去的 她小心翼翼擦拭了奖状 对于化学老师的表扬 父亲沧桑的脸上满是骄傲 回去的路上父亲逢人 就向村里人夸赞自己的儿子石娃 脸上洋溢着笑容止不住 之后 在农活时候 姐姐从石娃口中得知她获奖的事也格外自豪 姐姐问起石娃该考高中了吧 石娃也说出了自己想法 她打算考师范 她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为了师范每月三十块的补贴 可命运并没有眷顾这个勤劳的家庭 父亲在回去的路上 一脚踩空狠狠摔了一脚 姐姐现在也有自己的家庭 也没有时间留下照顾父亲 只能叮嘱弟弟好好照顾父亲 石娃提出送父亲去医院看看 父亲不想让石娃耽误学习 只是催促她赶紧去上学 在自习课上正在画图的石娃的笔心突然断了 这似乎是一个不幸的预告 她慌忙收起书包并和老师请了家 一路上她都是奔跑着回家 等她到家时候 乡里邻居正准备送父亲到医院 父亲此时因为中风口不能言神志不清 乡亲们一路抬着父亲翻山越岭 这才救下一命 事后父亲却从此彻底瘫痪 再也不能正常行走了 这个坚强的男人不愿儿子服侍自己 多缩缩地给自己喂食 可半天都喂不到嘴里 父亲无法接受 伸手将桌子上的饭菜全部打翻 石娃听到动静后看到这一幕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默默地收拾起来 往后的日子 风雨无足只要放学后 石娃就往家里跑 给父亲做好饭喂好药后 他拿上馒头又朝学校跑去 难得可贵的是石娃没有叫苦叫累 学习也从未拉下 天道酬勤 石娃终于考上了师范 乡里乡亲敲鼓名炮为石娃庆祝 父亲笑得合不拢嘴 石娃看到后也笑了 可笑着笑着他想到的现实情况 师范离家一百多里路 他去上学了父亲该怎么办 想起这些心中的喜悦顿事化为乌有 化学老师看出了石娃的烦心事 他说每次只要他烦心的时候 就会大声朗诵古诗词 在化学老师的带领下 石娃将心中的愤懑化为力量 和老师一起大声朗诵 第二天刚亮 石娃就跑来告诉姐姐这个喜讯 姐姐也拿出自己新缝制的鞋子送给弟弟 让他一年穿一双够穿三年的了 与此同时不服输的父亲 自己再次尝试做饭引发了一场火灾 幸好被村里人及时发现 傍晚 父亲坐在门口等石娃回家 石娃见起疯了便搀扶父亲回屋 石娃还谈及姐姐准备在她上学后 接她过去的打算 却被父亲一口回绝了 父亲执拗地认为姐姐嫁人了 就是别人家的人 自己去不合适 父亲说你有今天你姐为什么嫁人 你都心里有数 我现在这样说什么也不能拖累你姐过日子 听到这里 石娃愣在了原地久久 父亲自己也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求村长让自己当个无保护 可无保护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无子无女 很显然父亲不符合这个要求 父亲再次赚到铜勺 少把这次指向的是父亲 似乎上天替她做了一个决定 这边 石娃去磨面粉 听到村里人说还是石娃聪明替她父亲申请无保护 石娃一听羞愧男当回去要找父亲问个明白 父亲将房门紧锁不愿开门 面对石娃的询问她一句话都不回 日子一天天过去 石娃每天都忙着家务活 丝毫没有收拾上学的准备 直到父亲看到柔成一团的通知书 质问石娃这是咋回事 石娃表示自己不想丢弃父亲独自去上学 父亲一听大怒刚想举起拐杖 就狠狠地摔在地上 她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还用手抽打石娃 直到彻底没了力气 深夜石娃被狗吵醒开灯一看父亲不见了 开门一看发现狗一直朝着井口叫 发现父亲跳井后 石娃毫不犹豫跳了进去 用她并不强健的身体支撑起父亲 等救出父亲后 父亲还是一句话都不愿意说也不愿意回屋 直到石娃说自己去上学父亲才有反应 父亲颤颤巍巍地说道 石娃我不想拖累你 在灯光照耀下父子俩的手紧紧握住 这边村长和村里人商量后 表示从今以后村里负责养父亲 还凑了一笔路费给石娃上学 但石娃拒绝了 她拖化学老师在城里租了一个住的地方 她打算背着父亲一起上学 经此一劫父亲也想开了以后 都听家里小大人石娃安排 父亲拿上石娃当年那份奖状 瘦弱的石娃拉着板车就这样离开了村子 曾经恐惧大和时事父亲背她过河 现在轮到石娃了 也许前途未知 但是我坚信那一定是幸福的彼岸 背起爸爸上学的原型人物李勇 在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后 拒绝了高薪职位 毅然决然地回到家乡做了一名教师 现在已经是某师范大学的一名副教授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